大家好,欢迎来到汉语微课堂。 上节课,我们学了孙岳和张远的故事。 大家还记得它们是怎么成功的吗? 试试回答下面的问题吧。 1. 王静认为,孙岳要怎样减肥才能有效果呢? 要想减肥成功,只能坚持,才会慢慢有效果。 所以,孙岳成功的条件是?坚持。 2. 张远为什么说没有人能随随便变成功? 因为,任何成功都要通过努力才能得到。 所以,张远成功的条件是?努力。 今天,我们继续学习第九课,课文3。 小林和小李,谈王洪的成功经历。 我们来看看,王洪成功的条件又是什么? 这是王洪。 他是干什么的? 他是一名作家。 作家。 某某某家,只在某方面很有经验,专门做某事的人。 作家,就是专门写小说,在这方面很有经验的人。 那,还有什么家呢? 对了,还有音乐家,科学家,你们说的都很正确。 正确,正确,我们可以说很正确,回答正确。 还有呢? 正确的答案,正确的选择,跟正确相反的是错误。 好,我们知道,王洪现在是一名作家,那他以前是干什么的呢? 律师。 他为什么不当律师了? 因为律师不是他的理想。 理想。 理想是我们对以后事物的美好希望。 这是李明,他长大后想当一名司机。 我们就可以说,李明的理想是当一名司机。 所以说,王洪换了工作,他的父母支持他这么做吗? 不支持,当时他的父母和亲戚都不支持他。 当时,当时,当时,指在过去的某个时候。 比如,马克是去年来中国的,那个时候他还不会说汉语,也不会写汉字。 那他可以怎么说呢? 很好。 既然王洪的父母都不支持他,那他又是怎么做的呢? 回答正确,他坚持自己的理想。 所以,王洪成功的条件是? 很好。 当时,王洪的父母不支持他这么做,而他坚持这么做。 王洪和父母的想法是相反的。 所以,剧中用了可视。 想这样,前后表示相反的意思,我们就可以用可视来连接。 有时候,我们也会在前面加上虽然。 比如,李明的理想是当一名司机。 他妈妈希望他成为一名医生。 妈妈和李明想的也不一样。 我们可以说。 虽然李明的理想是当一名司机, 可是他妈妈希望他成为一名医生。 你们看,不用虽然,句子的意思变了吗? 没有,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不用虽然。 王洪和李明在成功的路上都遇到了困难。 孙岳减肥,张远打网球,是不是也是这样呢? 孙岳一直都在减肥,他很想瘦下来。 那结果怎么样呢? 结果跟他想的相反。 他减了一个月,都没瘦下来。 那我们可以怎么说呢? 很好。 李静羡慕张远,网球打得好, 轻轻松松就赢得了比赛。 真的是这样吗? 事实相反,张远每天都在辛苦练习。 李静没有看到张远辛苦练习的一面, 可以怎么说呢? 可以怎么说呢? 很好。 孙岳,张远和王洪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? 成功很难,我们不能放弃,要努力,要坚持自己的理想。 哦,成功还需要好的运气,需要机会,还有乐观。 很好,那老师也来说几个。 成功还需要自信,需要天赋和认真。 请选出你认为最重要的条件。 可以两个人一组,按照这种句式进行对话。 三分钟后,请同学分享。 好,时间到。 我们看刘刚和小夏这一组。 他们分别选择了好的运气和自信。 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对话吧。 小夏,你为什么选择自信呢? 难道,好的运气不重要吗? 好的运气很重要,可是如果一个人不自信, 那他什么也做不了。 好,同学们,你们有过成功的经历吗? 你是怎么做到的呢? 用这个句式试一下吧。 比如,小米回忆他上次考试时的情况。 最后一道极好人呀。 哎呀,到底应该怎么做呢? 哈哈,我终于做出来了。 我终于知道正确的答案了。 所以,小米可以怎么说呢? 当时我不会做最后一道题, 可是我一直都在思考, 现在终于知道正确的答案了。 好,你也可以回忆第一次骑自行车时的情况, 第一次做中国菜时的情况。 快跟身边的小伙伴一起说一说吧。 看来,同学们对成功都有自己的理解, 对怎样成功也有自己的看法, 那就扫描下方的二维码, 完成扣后作业吧。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, 同学们再见。 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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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